我们来关注俄乌激战还在持续 乌方表示俄军向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 造成两名平民死亡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 波兰承诺提供的坦克装甲车等装备已经运抵 乌克兰当局表示 俄军9号袭击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 一栋居民楼被击中 造成一名50岁男子和他11岁的女儿身亡 遇袭的民居屋顶坍塌 外墙损毁 专时碎落满地 国家紧急情况举止 一名46岁妇女被从废墟中救出 据报她是遇难男子的妻子 遇难女童的母亲 俄罗斯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表示 车臣士兵凑败了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上的进攻企图 卡德罗夫称 排击炮手对乌军步兵进行打击 打消了乌方向俄方阵地进攻的想法 车臣士兵还夺下乌军两辆坦克和一辆步兵战车 另一边乌军陆续收到西方武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 波兰承诺提供的坦克 包括暴室主战坦克已经运抵乌克兰 俄罗斯武装部队战斗训练中心负责人就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经成立了特别反坦克小组 以压制西方圆屋坦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